自隋唐以后,中国的佛塔一般都修筑地宫,宫内供奉的物品根据塔的规模和等级确定。 南方的地宫以数学式为主,北方的地宫则大多为洞穴。 1987年,考古工作者从法门寺这个唐代皇室迎送佛谷圣地的地宫内,出土了以封存113年的释迦牟尼佛谷设立及唐朝历代皇帝供奉的上千件西式珍宝,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。 考古人员经过研究,在不影响铁含外形和含内器物的前提下,打开了铁含。 据专家介绍,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重宝含中的铁含还配有锁和钥匙。 当时,考古工作者就是用原配的钥匙打开了锁。 研究人员终于从神秘的铁含中清理出精美绝伦的金土塔、银河、铜镜、皮带、丝织品等珍宝文物。 在清理中发现银河里竟然还流有积水,证明了地宫早年就渗入了水,而且还潜进了铁含。 这使金土塔的下部水秀比较严重,单塔身上部依然保持着金属的光泽。 而助力着的莲花座龙纹青铜佛像仍然透露出它典雅之美。 精土塔下面放置着一支椭圆形的硫金银河。 分河深和河盖两部分。 河盖是有繁茹纤细的双凤蝉牡丹纹样,着实的漂亮。 四周则等距分布着千秋万岁四个凯体字。 银河外绕着一条皮带,皮带本身已经碳化,留下了硫金银质的带扣和银质的不同形状的装饰物。 基本样式与铁罕外发现的皮带一致。 研究人员认为,这皮带应该是一件能够代表前处身份的物品,将它放入地宫,衬托出前处一种极为虔诚的心情。 取出银河后,就看到一面半截身子陷进丝织品的方形铜镜。 镜柳上有丝带穿迹。 而在铁罕底部和金图塔顶部都发现有丝织品的痕迹。 经过仔细鉴定,确定是锣和卷。 月锣是吴月国的骄傲,因为地宫和铁寒进过水,对丝绸等有机物的损害特别大。 铁寒内的丝织品已经整个脆化、碳化,极易破碎断裂,用手捏就会碎成粉末状。 丝织品之上的是一块直径为二十厘米的圆形排饰,镂空流金银制。 排饰上面为一面方形圆角镜,是典型的五代风格。 挖掘使工作人员抹去镜面上的机电物后,镜面光亮的程度令人吃惊,光可见人。